王盘的面庞之上浮现出了无比强烈的恨意 都是因为这小子 若不是他 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 王盘的神魂彻底被怒火所引燃 他对着夜晨狂吼道 该死的蝼蚁 你以为解开了煞神封印就能翻盘吗 我告诉你 你不过是被煞神利用的棋子罢了 解开了煞神封印又如何 今天你还是要死在本尊的手中 浮昏塔的封印被迫 陈神灵光也一闪泯灭 王盘与夜晨之间再无阻隔 王盘周身的气息越来越炽热 燃天骤极致运转 恐怖的高温在浮昏塔内蔓延 竟是顷刻间将这浮昏塔化作了一片火海 金光 无比刺目的金光 再次次王盘手掌之上爆发 绝强杀意将夜晨笼罩 夜晨冷哼一声 煞剑之上使魂之力流转 血盲闪烁 面对王盘 怡然不惧 就要举剑迎战 可就在这时 煞神残魂却是一步踏前开口道 夜晨 无忧残器应该在你手中吧 给我 夜晨闻言一愣 但还是将无忧残器交于煞神手中 煞神一挥手 一点白芒落入了夜晨的眉心之中 随即转过身 俯视着那正要全力出手的王盘 淡淡道 夜晨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现在你要做的事 尽快领悟 视魂通天 否则现在的你 依然无法杀死王盘 夜晨微微皱眉 这种情况之下 要怎么进行领悟呢 别说领悟了 他一个分心 都有可能被王盘 一击震杀吧 突破了陈神灵光之后 夜晨大概拥有 不借助底牌 对抗圣祖镜七层天的实力 可面对施展了燃天咒的王盘 还有不小差距 一边领悟 一边与王盘战斗 简直和找死没有区别 煞神残魂似乎看穿了夜晨的心思 微微一笑道 你放心 在你成功领悟出视魂通天之前 他交给我 本身虽说已如今的状态杀不死的 但将其困住却没什么问题 同时 煞神瞥了一眼依然 泼洒着血雨的无忧道 血足的丫头 看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忧复营 施展视魂通天 最重要的是神魂之力 而这也是煞神残魂最为欠缺的 他不但是残魂状态 连完整的魂魄都不是 还被囚禁了数万年 又哪有足够的神魂之力施展神通 因此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夜晨 不过无忧复营却不同了 只需要血液 下一刻 煞神一伸手接过了几滴血液 打入了手中的无忧残气之中 无忧残气上 骤然浮现一抹诡异的波动 无边煞气疯狂涌起 突然这残气之上发出咔嚓一声 随后这残气竟是直接爆裂了开来 如今的煞神不过是残魂状态 想要施展神通 也只能将残气中的力量彻底提取 煞神一指王盘低喝道 无忧复营 原本正要将酝酿已久的一掌 彻底打出的王盘 动作骤然一致 他的体表浮现出无数血色符文 竟是宛若石雕一般凝固在了原地 无忧健壮 美眸之中满是震撼之色 煞神竟然以残魂状态 仅仅靠着一件残气 与他的血液便将那逆天强者王盘定住了 这才是无忧复营真正的威能 夜晨健壮面色一喜不再迟疑 当即进入了残雾之中 煞神手中凝聚着一团灰黑煞气 那是无忧残气的能量结晶 这煞气一旦消散 无忧复营便无法维持了 所以夜晨的参悟是有实现的 但煞神却并没有告诉夜晨 因为他知道不论告不告诉夜晨 夜晨都会全力以赴 王盘在煞神的束缚之下疯狂地挣扎着 一边叫喊道 小废物 这无忧复营不过是靠着一柄残气 施展得神通罢了 马上残气的能量就会耗尽了 甚至不需要一个时辰吧 而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又能参悟出什么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而夜晨身上也逐渐散发出了 一股奇异的神魂波动 感受到这波动 煞神残魂的嘴角浮起一抹笑意道 现在你觉得夜晨能参悟出什么了吗 王盘的眼神更加震怂起来 这小子连魂道都修炼得如此快吗 不行 他怎么能栽在这不过二十多岁的小子手中 王盘挣扎 燃天咒已将他的体表重新化为了一片焦黑 即便如此 他却依然没有停止使用燃天咒 而是保持着这种状态 拼命挣扎着 煞神残魂目光一沉 那无忧残气的能量消耗得更加迅速 这样下去不到一个时辰 恐怕半个时辰 无忧复影便支撑不住了 此刻的无忧也已经不再释放血雨 他稍微恢复了一下消耗 便对王盘展开了攻击 血色剑芒化作贯穿虚空的飞红斩下 但毫无效果 那剑芒竟是堪堪斩至了王盘身前 便被燃天咒挥发出的能量直接泯灭了 太恐怖 无忧面色一变 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已经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半个时辰一闪即逝 轰隆一声巨响 自王盘周身响起 那无数血色符纹终于再次崩溃 王盘喘息着 身体已经完全烧焦 但此刻他却一点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 而是狂喜 夜沉周身虽然已经散溢出了绝强的魄力波动 甚至其神魂之中已经带上了一种吞噬的气息 但是还不够 如今的夜沉对使魂通天的领悟还不够 活下来的只会是他王盘 该死 杀身残魂也是面色微变 难道在跨过了树道难关之后 终究还是要功亏一篑吗 似乎感应到了王盘已经挣脱了束缚 夜沉竟是直接从参雾之中退出 他双眸一睁 漆黑的眸子宛若两个黑色漩涡一般 让人对视之下 都有一种自己的魂魄被拖入其中的感觉 王盘争鸣一笑道 小子 连我都替你感到不公平 明明一切都已经做到了近乎完美 突破了重重阻隔 可最后一步 这最后一步你永远踏不出去的 你这些努力又有何用 还不如当初直接放弃抵抗 死在本尊手中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你命中注定是个下等人 只能像蝼蚁般的狗活着 永远没有战胜本尊这样 天生就要纵横天地的存在 懂了吗 是吗 夜沉淡淡道 王盘 你以为自己已经赢了吗 王盘无比轻蔑地看着夜沉 冷哼道 以你如今对弑魂通天的领悟 根本无法杀死我的 我承认你确实是至极妖孽 甚至连我在武道上的天赋 都远不如你 可惜呀 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杀神残魂也是目光一沉 对着夜沉说道 小子 你说的是真的 你的弑魂通天还杀不死的 现在最好的选择是逃走 有我的帮助破开着绝杀天的空间避障 将会轻松许多 成功逃走的几率在三成左右 三成吗 面对王盘这样的恐怖存在 这个几率已经算是高了 可就在这时 煞剑却重新出现在夜沉手中 一股惊天杀意瞬间爆发 夜沉竟是要战 杀神残魂神色一变 这小子疯了吗 他知道夜沉很骄傲 可骄傲不等于鲁莽 更不是找死 即便是当年的无阻 也知道永不低头 不等于任何时候都只能迎战 那是蠢而不是骄傲 难道他看错夜沉了吗 难道夜沉已经被之前取得的成绩 冲昏了头脑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吗 煞神的眼眸之中浮现了一抹失望 无忧撬脸苍白 秀眉紧促 显然他也不认可夜沉的判断 而王盘表面虽然不动声色 实际上却是大喜 他之所以要嘲讽夜沉 怕的就是夜沉逃跑 那焦黑的面庞上 略微扬起一抹冷笑 王盘看着夜沉的眼神愈发不屑 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容易就被自己挑衅了 这种蠢货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可就在这时 夜沉却是淡淡开口道 煞神前辈 无忧 你们不必担心 我很清楚自己的视魂通天 还不够强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夜沉清楚 既然如此 为什么夜沉还要选择与王盘一战呢 下一刻 夜沉眼中神忙暴闪道 我之所以不退 是因为有实诚的把握将之斩杀 满分状态的灵风神脉 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 沉寂许久的灵风神脉 竟在这一刻充满到了极点 夜沉一度怀疑 灵风神脉吸收能量 发挥至强一击的能力 已经没有了 现在看来 上一次施展之后 灵风神脉需要吸收的能量更恐怖 是上次的百倍乃至千倍 那爆发的力量 会是多么的惊人 此前夜沉一直以为 灵风神脉有些鸡肋 现在看来他错了 不过他不打算立刻动用灵风神脉 他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候动用 现在王盘有弱点 弱点便是神魂 若压制了王盘的弱点 他还有机会 煞神目光一闪 以他的阅历 自然能感觉得出来 夜沉并不是盲目地自负 而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信心 这让他不禁好奇起来 夜沉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斩杀王盘 王盘文言 目光瞬间森寒下来 冷笑道 我倒要看看 凭你这种程度的 试魂通天 要怎么杀我 夜沉面无表情道 杀你已经足够 下一刻 两人同时出手 此刻的王盘周身气息 无比暴烈 浑身金光狂闪 其背后骤然浮现出一道 恶鬼罗汉虚仰 那罗汉 虽是通体辉煌 法相庄严 但却散发着 无穷邪气 宛若是地狱之中的 魔王一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